謝謝 大家好 這個專案是叫做GitHub平台 讓我們有做簡報 但是我們有一個共筆記錄 就是要在表單上大家有興趣的看去看 因為早上有沒有提案 所以我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專案 這個專案它就是希望是 用就是 希望採用GitHub的那個想法 簡單介紹一下給不論是GitHub的朋友 GitHub它就是一個在程式協作的時候 會用到的平台 那工程師可以在上面上傳自己的程式 那其他工程師也可以加入一起協作 然後在這過程中的任何的版本別代 都會被記錄下來 我們想要把重子的開放原始碼 還有共享協作跟版本控制的精神 帶到教案的這個平台上面 那老師們在教案發想的過程中 就是 的這些想法 不管是最後有沒有呈現在課程中的這些想法 我們覺得都值得被記錄下來 還有運用 那因為這樣設計以後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平台可以讓老師們 在設計課程中有一個參考 就是很參考過去不去的想法 然後在採用部分的想法 然後在修改之後變成分自己的東西 就是會對於課程的準備上會就是輕鬆很多 那就是目前你們還是在很初期的進度 那今天你們做的部分是 因為上次前一次實體聚會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工程師講好 他有參加 那他目前做了一個 算是簡單的一個簡單的網頁 然後我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網頁就是 老師可以在上面填表單 那他就會生成出一份教案 就是統一格式的教案 那這個是用來降低老師們入門的門檻 就是你不用去寫MacDone的語法 就是只要會填表單就可以完成 就是格式統一這樣子 然後因為平常大家在寫教案 比較傾向是直接打開Microsoft的Word 然後或者是直接打開文字兼記輪體 那它就可能一個世界不一樣 那在這個檔檬框子上就會比較困難 所以目前做到的是這個部分 那我們今天實體聚會的工作的內容 我們是因為在教案上去裡面 有一個狼位是叫做 點開一下 叫做總工的核心素養 然後這個核心素養是在 在新特工的推行之下 就是很強調的一個點 那每個教案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欄外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是把總工上面 不同科目的核心素養 都把它整理在一個 Grid's spreadsheet上面 那之後就是可以做成選案的模式 就是在讓老師們去填寫教案的時候 就可以比較容易 就是也是降低那個填寫的門檻 所以目前只做到這一個部分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需要的人力需求 我們希望知道教育場裡的老師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另外還有就是網頁前後端的工程師 那因為在新課長的特工之下 就是跨能力的課程設計是非常講究的 但是在過去老師們比較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所以這個有這樣子的平台可以提供給教育場 就是對於現在的老師們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希望任何對教育有興趣的人也都可以加入這個專案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可以加入我們在July Vida Slack 上面有一個Channel叫做EBA GitHub Platform 這個EBA GitHub Platform 那興趣的狀況可以加入這個Channel一起討論 那大概就這樣 謝謝